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的第933天 也是乌军进入俄罗斯作战的第39天 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的前线战斗烈度开始升高 乌国防部长透露 乌方最终目标是收回所有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美方要求乌方列出远程导弹打击目标清单 乌方又获得一批新的援助 先分享一个后续的消息 乌韩国防情报局发消息之后 9月11日晚,情报局特种部队士兵在黑海区域 使用了便携式防空导弹 摧毁了一架俄罗斯苏30SM战斗机 情报资料显示 这架被击落的战机 隶属于俄罗斯空天军第43独立海军航空兵团 战线的残骸已在塔尔汉库特角西北70公里出发线 这等于是乌韩官方确认了乌军便携式防空导弹 击落了俄军苏30SM超音速战斗机 说明昨天传出的由F-16破爱国者 以及S-200击落苏30SM战斗机的说法不准确 9月12日 俄国双方继续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展开战斗 在乌军的阻击下 俄军发起的反攻行动已经放慢了节奏 同时乌军连续两天 向格鲁士科夫斯基区的梅德维日发起攻击 期间使用大量的重型装备和无人机 火炮向前推进 据称以突破梅德维日 金普特、维斯洛耶、特特基诺的俄军阵地 乌军工程车和步兵突破了金普特的龙牙防线 随后攻占维斯洛耶还向纵身腿进 同时在最西边的特特基诺发起了攻击 另一据消息 乌军另一分部从俄乌边境线出发 向格鲁士科沃地区发起了西轮的进攻 俄军继续在科马路夫卡、阿帕纳诺斯卡、维什诺夫卡等地将乌军阵地进攻 战斗还在进行中 有个消息称 参与反击的俄军极有可能会被乌军反包围 之前已被包围的3000名俄军大概率都跑不了 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开始在库尔斯克地区采取了反攻行动 俄军发起反攻在乌克兰的预料之内 但是一切都按照我们的乌克兰计划进行 同时乌克兰对白俄罗斯在边境部署军队已经监视很久了 从反攻初期的狂喜到从昨天开始的整体沉默 俄罗斯社交媒体的变化似乎表明 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并不顺利 有人还说俄军有可能是中计了 美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 确认了俄军在库尔斯克反攻的消息 但他称其进展微不足道 战争研究所则称 不确认俄军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 或能否抵御乌军发动的新攻击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承认 乌军再次跨越边境 并对俄军后方进行打击 还认为乌军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格鲁士克沃 俄罗斯军事博主兼库尔斯克州州长 顾问阿列克钦 昨晚发消息 承认乌军已进入了微桥落叶 敌人正积极地向格鲁士克沃推进 有消息称 在坦克的支持下 敌人进入了微桥落叶 我们的空军正在积极工作 今晚对我们来说会很艰难 我们为我们的士兵祈祷 消息显示 乌军的新攻击出乎俄防预料 也非常的成功 扰乱了俄军的反攻计划 他们今天表现得很安静 网络上出现一段由乌克兰无人机拍摄的视频 显示俄军正在格鲁士克沃附近 通过扶桥渡过塞姆河 然而意外遭到了乌军急助弹药的攻击 据称一个连的俄军被消灭了 同时 乌军还摧毁了俄军罕见的登云远程布雷系统 以上信息表明 泽连斯基说的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 是真的 乌方对俄军的反攻 亦有相应的预案 好像就在手路带兔一样 继续介绍乌克兰境内的战况 在哈尔科夫前线 以及库布扬斯克 加索菲亚尔 利曼克里米纳 西威尔斯克 扎布罗热的大诺沃西尔卡 赫尔松地内伯和左岸等地 过去一天均发生战斗 双方战线基本没有变化 其中在伯格洛夫斯克 俄军主要进攻的是谢利多沃和乌克兰斯基两个城镇 前线最新消息说 确认利斯福卡已被俄军控制 标识调整为黑色 在北侧的格罗迪夫卡 米罗留比夫卡 沃兹德维任卡等地 双方也有交战 战线保持不变 目前伯格洛夫斯克区域的战斗烈度有所下降 双方交火次数只有值钱的一半 而俄罗斯边境库尔斯克的战斗烈度开始升高 乌方今天发布的战报数过去一天 乌军心坚敌1220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18辆 装甲车48辆火炮52门 火箭炮一组 无人机80架 军车79辆 特殊设备10套 俄军又度过损失惨住了一天 继续介绍乌克安后方进行援助情况 乌方解除了武器使用限制 基本没有悬念 美国要求乌方提供详细描述 使用远程导弹的计划 消息人士透露 美方希望了解乌方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将瞄准打击俄罗斯哪些目标 以及打击原因 列出详细的计划 然后再允许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这些导弹 美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在访问基辅期间 还向其提出了希望得到乌克兰 现在至明年的长期作战计划 有人估计在9月底 纽约联合国峰会之前 美国不太可能决定取消对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的限制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美方需要一份详细的攻击目录 目的还要先划出美元武器的打击范围 不过解禁仪式基本没有悬念 只是使用范围还在确认中 据悉 泽连斯基向布林肯提供了一份乌克兰如何使用远程导弹的详细计划 以及一份目标清单 然后布林肯带着这个清单回白宫交差了 媒体称白宫正在敲定该计划 以放宽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 至于解除范围是多少 美军库存还能提供多少陆军占助导弹 能否立刻发送JSSM导弹等 目前仍是未知数 不过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9月12日 日陶宛向乌克兰运送了新一批的装备 包括M13装甲车和CUV 同时 立陶宛总统脑塞达昨天表示 立陶宛计划为乌克兰购买短程防空系统 脑塞达说希望在二到三周内取得积极成果 并能够尽快的将这些系统移交给乌克兰 乌克兰教育部和财政部与世界银行签署了一项 价值4.15亿美元的为期三年的提供贷款计划协议 旨在提成乌克兰人的教育机会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宣布 向乌方提供2.35亿美元的贷款 国际开发协会也宣布向乌方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 另外 多个捐助方又向乌克兰救济信托基金 捐赠了3000万美元 这些资金将用于在乌克兰建造庇护所 采购环保巴士教科书以及教师培训等 同时支持乌方对教育系统改革 使其符合欧盟的标准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克里米亚评峰会后表示 克里米亚已成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跳板 因此它是乌克兰重获自由的关键战场 他介绍 俄方利用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境内发动导弹袭击 乌方正在通过远程武器改变黑海的军事力量格局 此前乌克兰已摧毁了24艘俄罗斯船只 重新控制了蛇岛 并率先部署了无人机集群应对俄舰队 他最后说乌克兰目标是收复所有被占领的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当前 大俄的特别军事行动宣告彻底的失败 俄斯科面临要么扔弹 要么认栽的两难选择 但是强人已经玩完了 敢扔弹的下一代领导班子 不知道有没有孵化出来 认栽的话就要面对被北约蚕食 可不堪胜利以后的战争赔款 甚至是割让土地 东边小日子趁机夺回北方四岛 其他周边的小兄弟有什么历史恩怨的也一并还了 正所谓强倒众人推 弱大的俄罗斯分裂成各个小国 靠近西方的各州纷纷独立 并要求加入北约 靠近东大的则必须亲中 于是在俄罗斯画出一条新三八舰 新冷战开始 这个新冷战 就是一边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 一边是赫须离的美丽新世界 哪边会变成1984 就不用我讲了 而且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版的 我不认为海平洋上的两个大国 会在三到五年内爆发热战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新冷战 因为显然两个大国都还没准备好 定力也是相当强劲 所以真正决定地球未来局面的关键点是俄乌 而中东那边自古以来就是一片混乱 他们的乱也就只是作为两个大国对抗的小筹码 各自站队而已 我虽然不关注这些军事新闻 但是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炸到了莫斯科 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转折点 并且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 想想看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的大炮炸到北平炸到南京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北约已经看到俄罗斯外强中干了 所以才会允许乌克兰进入俄本土 而这样的允许绝不可能是像知乎上有些回答说那样 是泽连斯基为了以后谈判争取筹码 二战的时候 斯大林有他的盟友 希特勒如果不是执意的多线作战 莫斯科兴许就不是今天的莫斯科了 但是今天的普京似乎暂略误判了他的朋友 这实上他好像没什么朋友